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台達電 你是不是除了買股票之外 你從來沒有想過 台達電的工廠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你知道10萬福特嗎 皮卡丘人 那你叫福特是什麼 人 汽車 福特 大家從小皮卡丘就會看到有10萬福特 然後其實你在用電池的時候 然後上面就會有幾V幾V 那其實那就是福特 那像一般你家用電的時候使用100V 那或者是你在冷氣 或者是使用一些比較重電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220 從小到大有個公式呢 就是V乘與A等於瓦 你知道有個什麼瓦的東西很有名 瓦特 瓦特 瓦特跟瓦 跟電的瓦有什麼關係呢 你還沒講 所以這一集就要來講一下 什麼關係呢 其實是有關係的 其實瓦特 這個人的人名 他在大概60年前 我記得是差不多196幾年的時候 英國能源的協會 然後才定義出就是 瓦其實就是公的意思 然後你也等同於 嬌爾 瓦呢 這個單位 W 就是紀念瓦特這個人 所以從好到大 大家所討厭的那個 考試什麼 V乘與A等於W 那都是瓦特害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踏馬瓦特這個人 你曾經有沒有想過 台電它是不是有騙你的錢 我們從小到現在 每兩個月 你都會收到帳單嘛 你確定上面台電寫的錢 真的就是你應該要付的錢嗎 其實呢 你的每一個電器用品 後面都會有一個單位 W 而這個W呢 它就可以換算成 電費 的幾度電 也就是說 1000W 乘以一個小時 它等於一度 這是台灣的算法 你現在給我看一下那個鐘 它現在幾瓦 消耗功率 15W嘛 各位朋友 這個很簡單 你只要算出1000W 它乘以一個小時 等於是一度電 也就是說呢 把你說插上電 正在運轉的東西 把它架起來 當然它會有一些大大小小 但是基本上 不會超過於這個金額 請換算 如果是15W嘛 然後我每天用它24小時 我平均的 每天的電量大概是0.36度 那大概是3天就等於一度電 這個打卡中 它3天就花了公司5塊錢 我們是營業用電 誰是要把打卡中淘汰 不行 我打卡中淘汰之後 它就不能抓住你們 遲到 早退 我這個5塊錢我值得花 我必須花 如果說一般在正常人家裡面 你會接觸到大概就 通常這三個單位 那你會看到有 安培嘛 就電流 那你也會看到 我剛剛說的 哇 就是你的電器用品 它需要多少的能量 就電是一個很自食的東西 我要1000W 你就必須給我1000W 那如果中間你的電線 沒辦法承受1000W 你知道是怎樣嗎 就燒掉 就燒掉 電線 你就是當然從源頭 從月初 再分到中間 再分到月細 就像是粗的電線 到你家排扁線 移入到你細的延長線 所以為什麼 有一些電池爐 你們有沒有經驗 就電池爐你插個延長線 然後插就爆掉 過載嘛 Overload 電池爐它其實的功率都很大的 我們在給大家解釋之前 要先有個概念的建構 你不是有跟我出國過嗎 對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去的地方 用110W的電還220W的電 220W 為什麼 應該是電器比較普及 台灣比較落後嗎 不是喔 但是你覺得先有電還是先有電器呢 我們先做出需要220W的電器 好再發明 我們再發明220W的電 不是不是這樣子 在這個時候 你大叔有聽到 就220W的戰場 跟110W的戰場 哪一個比較省電 哪一個比較耗電對不對 沒錯 找機會 我們再跟大家解釋給他聽 台灣是通用110W的電 中國他們用的是220W的電 但是美國那邊呢 它其實是用110W的電 日本它用的是哪邊的電嗎 220W 欸 日本就是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它同時擁有220W的電 跟110W的電 那其實有幾個原因 我們如果從電學知識裡面去看的話 我們剛剛不是有順口提到一個 B乘以A等於瓦嗎 對不對 所以讓你的V 好 它是110W的時候 那你的A 你的電流要多少 才會等於1100W呢 10A 10嘛對不對 來喔 同理可證喔 如果今天我們給你是220W的電 那你需要多少的A 0.5A 0.5A 靠X5啊 0.5 所以這個時候電流是不是減半了 就一半就好啦 那你知道這個A在哪裡嗎 你家的無融式開關 BREGA BREGA上面是不是有什麼20A 30A對不對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給的是220W的電 那你要的東西一樣的電器的時候 它其實你的無融式開關是可以用比較小的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解說一個江湖的傳說 為什麼常常有些人會想說 我從日本買機器回來 他想說我很強耶 很厲害很好用耶 因為頻率不一樣 因為他們用的是220W 50Hz的電 但是台灣呢 其實是60的 好比說你通常剪一支片要剪多久 大概兩天 兩天喔 錄起來了 假設原本你剪片兩天 但是你突然來到一個頻率更快的公司的時候 你會剪得更快嘛 因為最近公司的頻率快嘛 但是你相對來說你會怎麼樣 我會耗很多的體力 你容易死嘛 容易離子嘛 容易壞嘛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他從 國外買機器 拿來台灣用 我看好強耗力 然後一下就壞了 其實就是因為他要求的電的頻率是完全不一樣 好那你懂了吧 有這些我沒有很在意 我只在意錢 什麼錢 我們到底花多少錢在店上 其實喔 台灣的電費 大概區分以兩個大的類別 一個叫營業用電跟一般用電 像我們就是合法開公司嘛 那你有在營業 你有在賺錢 所以你就是要繳比較多的一點電費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分開 它一個基本盤的電費就是不太一樣 那這些我還是在意 我在意的是我到底花了多少錢 你在花多少錢是不是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的電費會便宜呢 供電量夠的時候 好比說 好我們的周邊商品 我們最近出了新咖啡 8種不同樣工種的咖啡口味 很好喝 什麼時候我們要賣貴 大家在炒的藥的時候 對當大家炒的藥的時候 我們沒道理我要半價求售嘛 但是什麼時候我要便宜賣 賣不出去 我突然一開始做太多了 我做了100萬份 結果我的粉絲就50萬 蹲在那邊 那東西就壞了嘛 就像電一樣 你知道台灣的電喔 很多都是不見的 不是被偷的 而是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綠電 它沒辦法存下來 所以它不見了 那就浪費了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電存下來 那我們的電是不是多了 但是講歸這麼講 但是其實台灣對於綠電 還是不是這麼普及 對我來講 我個人喔 不代表任何任意常 我覺得台灣還是缺電的 因為台灣缺電的狀態就是說 你怎麼樣能夠讓 許多厲害的企業到台灣這個地方去做事 跟投資 第一個就是除了它的環境嘛 它的環境包含它的政策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 它的基本便不便宜 貴不貴 有所謂基本就是像我們去一個地方開公司 我就會看它的電費貴不貴 我會看它的員工便宜便宜 但是你看我們需不需要用電 要 需要嘛 我還是想要吹冷氣啊 我還是想要用電腦啊 但是我又很討厭環境被破壞 我很討厭火力發電啊 又再加上我們之前不是去日本拍攝嗎 就每一間企業都要SDGs 要嘛就是ESG啊 所以我們需要出口給外面的時候 我們都要提出一個什麼叫做 減碳 或者是怎麼樣環保的製程 然後能夠確保我們的東西 能夠出口到歐洲國家 或者出口到兩個國 或處理到世界各地 很麻煩 所以一個電喔 就它到底能不能夠平均的分配到 我們每一間公司 每個地區跟每一間企業 它這個東西叫電網 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這是電網 它的頻率或者是 它的量能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跳電嘛 跳電之後怎麼辦 找藉口 我是不是講到不該講的話 回到重點 可以講嗎 反正就上次我們公司不是跳電嗎 然後就有人說什麼 就是拿那個吹風機 插在哪一個插座上啊 然後那個電流就過載啊 電流過載 不會改就跳掉嘛 所以它就害我們全公司跳電 跳電就什麼事都不能做啊 那之後你們會幹幹誰 你啊 對啊幹幹老闆啊 你看莫名其妙 我他媽坐在那邊也有事 就明明你們自己去插 電 你就躺一下吧 你知道其實世界各地 他們都有很多用電條款 然後台灣呢 一路沉沉沉沉沉沉到2025年 才要正式 真的開始 因為被其他地方幹搞到不行 你就逼著必須要做能源轉型 而這個能源轉型 跟我們前面講的電 其實是很有相關 就是我們不是常常講說 很多電 不是被幹走的 要嘛就是 流掉了 像是太陽人嘛 像是綠電嘛 但是電它都用不久 因為它就 崩不見了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敲了好久 我們好不容易喬到台達電 你可知道台達電多厲害 你一看來不知道 除了股票之外 你是不是從來不知道台達電在幹嘛 你現在用電腦的那個變壓器 就是台達電做的 電動工具 那個充電的那個充電的電池 其實很多都是台達電代工的 今天我們雖然不是一個股市頻道 但是我們要讓大家看到 到底你買的那樣股票裡面 它到底在幹什麼 這間公司呢 它其實在做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除能系統 而且他們已經做了非常久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很多製造業跟很多出口 它們都需要就是所謂的減碳 也就是所謂它的綠牌 我說的那個除能系統 它其實就像是一個 它比較像電容 但是電容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是什麼 沒關係 有機會我們再講電學講更仔細 你可以把它想像行動電源 而這個行動電源呢 它其實儲蓄的就是 綠電的能源 也就是說它每天就是 以前我們的太陽能板照完就沒了 所以它們呢就做了一個超大的除能系統 然後呢把電存下來 它們除了在自己的廠有做之外 它們在什麼金門啊 蘭嶼啊 張斯大啊 就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在做的東西 好的 我們說這麼多 是不是該出發了 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一直不想出去嗎 因為今天很冷 因為今天超冷 因為今天超冷 今天超冷外面還十幾度 好 Let's go 台達電 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台達電 你是不是除了買股票之外 你從來沒有想過 台達電的工廠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你甚至不知道它的logo長什麼樣子 對嗎 其實呢台達電他們除了以前做 電源供應交換系統之外 他們到現在不只加速醫療產業 電動車產業 而且從你的電腦風扇 一路到現在的能源儲存系統 現在台達電他們都有做 從這個2019年 它營業了90億美金的公司 到員工8萬人的公司 甚至到2021年的時候 他們一路成長到112億美金 你一定想像不到 它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吧 來各位看看這個圖表 這就是我們這一集講的重點 我們這一集的重點是什麼呢 無難啊 你想想看 一個搞電搞了50年的企業 這50年當中 節能環保愛地球 你知道你的手機充電 一年要花多少錢 要幾千嗎 大概一年8塊錢 一年8塊 一年就是每天正常用這樣子 大概6到8塊錢 除非你是重度使用者 點多15塊 當我們人類很有錢的時候 很有能量的時候怎麼辦 也不是說就是隨便的亂花 而是要把這個電 怎麼樣能夠 在節省它的耗能的狀況下 又能夠讓你的東西 表現出最好的價值跟最好的動力 那它中間的系統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先從你看得懂的東西開始 來這個 NTD 一個月 你賺到了349萬 很多吧 超乎沒想像的 你突然停住了 想說要不然你在工作 但是能夠賺到這個錢的 不是你 是它 這個小紅星 來它裡面總共有一個 電池儲能系統 有功率的調節系統 有變壓器 低壓的配電盤 然後還有到電池儲能系統 功率的那個調節系統 然後電控系統 變壓器 低壓配電盤 這樣一路出去 這個系統 讓你造就了一個月能夠賺到349萬 那我們先回到這集的重點 儲能 我們剛剛早上在攝影棚講什麼 就是行動電源嘛 電容嘛 但是我們很多電其實都浪費掉了 就像台灣 我們不是大家都講綠電綠能嗎 但是風不是每天在吹 太陽不是每天在曬的 那這個時候這些多餘出來的電應該怎麼辦呢 送出去 送出去給誰 欸你要DEMO 來 你要DEMO 風不是每天在吹 太陽不是每天在曬 這個時候剩下的電跑去哪裡了呢 台大電這裡 我們剛剛講的儲能設備這裡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大型的行動電源 放大班 如果今天來了另外三個朋友 說要在我們公司裡面煮薑母鴨 用電池爐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要更多的電 就要更多的電 但是我公司每天被你們四個人幹電 我已經被X到無法承受了 我要把這四個電給你們 還是給新來的客人吃薑母鴨 給吃薑母鴨 給新來的客人嘛 新來的客人要用電 他來吃薑母鴨 我們可以增加公司的業績嘛對不對 但這個時候你們四個同事都不爽了 為什麼新來的人有電我們沒電 民怨是起 就像台灣沒電的時候 你看大家都爆炸 我這間公司就瓦解政府崩盤 怎麼辦 要嘛罰錢嘛 老闆今天沒讓你們私人幹電 老闆發錢出來 用錢去撫慰你們的傷口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找電 我們講到這個同時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張圖表 平常要用電 這個時候又有人要吃薑母鴨的時候 是不是台大電你就要幫我補電 補電的時候你這個紅點會怎麼樣 往上 XY軸看得很好 對當你要補電的時候他就往上跑 當我發現四個員工有兩個人請假 幹電的人少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補了嘛 台大電就不需要幫我充電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紅點就會往下降 所以這個圖表裡面 他是每秒在監控 就是台大電他們必要給台電多少的電 然後來維持這個電網 就像是維持我公司的和諧一樣 公司沒有電的公司完蛋 你這個圖表看懂對不對 看懂了 好往下看 想必這個圖表你就懂了吧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電力交易平台的概念 平常呢我們把電存起來 當這個政府 或者是當這個公司 他需要電的時候 我就給你電 那平常你不需要電的時候 我就存電 存完電之後呢 這裡 每個月350萬 這才是重點 重點 很多人一講到綠電 或者是一講到電的時候 然後大家想說 看這一定是政府的陰謀 然後這一定是怎樣 不是 是因為我們台灣其實就是需要一個到處出口的國家 當這整個世界聯合國 它在開始限制就是說 如果你出口的東西 你沒有減碳 你沒有綠牌 你沒有搞出SDGs 你沒有辦法弄出一個 證明你這個東西是循環 減碳 環保的狀態下生產的 那它就連進口都不讓你進口 聽起來是不是很像 這幫政府背景 我不行我腳又把它打斷 好 那我們這邊講完了 我們就一路看過來 雖然現在大的系統 大家懂對不對 這些小模型呢 我們待會會帶大家到現場 看一下它實際的樣子 而且它一個機櫃 你就能夠儲存300度電 因為小弟本人擔任許多工業的顧問吧 就是工廠其實現在很多綠電 它其實也有出能系統 而另外的 其實台大電他們做的就是家用型的 我們曾經是不是有拍過一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他們那個時候也是賣台電 那其實在國外或歐美國家 他們有許多其實就是有家用的循環系統 也就是說你上面可以用那個太陽能板 以我個人建築跟營造的經驗來說 它除了是一個綠能系統之外 它另外有一個很棒的功能就是格勒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建材使用 不過家用型的 因為台灣的法規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那如果你對太陽能有興趣的 你可以再看我們曾經有拍攝過的這一集 好啦走啦 那我們再去工廠 你看到這個 車啊 超多充電裝都他們做的 這事情都不知道耶 電池會不會少呢 或者是無論說儲能系統會不會少呢 我跟你講全世界沒有一個任何人 能夠敢跟你保證它東西不會少起來的 因為所有東西會故障會燒起來它的原因有非常多 我們在買產品或是像我們在買系統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看它那間公司 它有沒有處理的善後能力 我之前來幫一些工廠 就引進一些設備 然後那些設備 因為是美國公司 那我們做完一半的時候 下午兩點突然系統壞了 系統壞了都怎麼辦 我們要等到美國人上班時間的美國時間 然後他們才能夠反應 所以像這個系統 現在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戰情室 我聽到這個聲音 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它現在有偵測到它的設備裡面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避免在那個災情擴大的時候 然後才開始去維修 或者是去緊急急救 戰情室的目的呢 就是隨時在監控你這個儲能系統裡面 它的運作狀況如何 那如果這個時候發現有人入侵了 或者是在這個系統裡面 有什麼樣奇怪的狀況 然後他們就可以立即趕快操作反應 或者是叫現場的人怎麼處理 我這樣子有沒有很像達爾 很像虎克船長 準備好了嗎 孩子們 虎克船長 到底在耍 就是我們有一年 不是有在拍那個機械展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好像是拍YCF對不對 就是他說 如果你這個設備有問題的時候 你不是可以用這個 即時通訊系統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你的眼尖 看到什麼東西 然後連線 就跟你講說 右上角的那個 螺絲轉開 左邊的那個地方抽出來 好這兩條線 Check Brega搬上去 就是我可以直接現場 即時看到 頭戴這個鋼盔帽的那個人的狀況 那這樣有人入侵欸 打電話報警啊不然 所以這個不能 遠端這樣教你一套成功 遠端教學是不是 然後有人入侵進來 這就是戰情室 好啦虛擬的東西我們說完了 我們來看實體的生產設備吧 Let's go 各位 350萬的真實系統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感覺到這個環境的嚴苛 如此寒冷又加上風吹雨打的戶外環境 沒錯 這個系統就是可以維持這樣子的狀態 繼續生存 你知道現在這個場景就讓我想到 在離島當兵的日子 怎麼樣的日子 離島的環境就是這樣子 如此的嚴苛跟嚴峻 這個儲能系統呢 在離島是非常重要的 這目的是為了什麼咧 就是要穩定電廣 你可以想像如果當我們今天在 洪湖的離島的湖景 突然沒有電的時候怎麼辦嗎 所以你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那台灣送電過來啊 台灣怎麼可能送電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靠什麼 儲能系統 像我們早早看到一個波動的那個賀茲 多餘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除下來 當然如果不夠的時候 你的儲能系統就可以給它 那你就可以穩定整個地區 整個地域性的一個供電的平衡 好啦現在實體看到了 我們來看它如何生產的 廠內了各位 我們到了廠內就要戴可愛的安全帽 你知道台達電總共八萬名員工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八位 這是整個在做儲能系統的生產線 還有呢 一路到這邊 後面的PCS 組裝 板金 各種材料 這個東西 很多東西我們不能拍 但是我們就 通過趕快通進來 其實在台灣 做PCS非常厲害的 尤其是以台達電來說 在這邊給大家看一個儲能櫃 做到一半的 就是它才腳剛剛上去 然後裡面的防焰火的 然後特別的是這個 這裡面有內裝消防器 就是它裡面有Sensor警報器 看到那個戰行室 就是當裡面比如說溫度痛溫 他如果發現異常的時候 那就叫戰行室 就聽到早上的聲音 這裡面就是一個一個單位體 你就可以去加購 那裝起來的電池就像這樣 一個一個單位的電池 就是這樣子的 完成咧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你的儲能設備 然後把電放到裡面來 就是各種放大型的行動電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鞋底的小細節 在這個地方 環保戰板 這個各位工廠可以學 你看我們平常用那個戰板 有沒有擦完 那東西很重的時候怎麼辦 壓油就爛了 所以你可以用方管 這種就是8mini的方管 直接插進去 做完之後 組裝完 方管拆掉 回來你可以讓下一個貨繼續使用 這可以學 環保 愛地球 節能 對不對 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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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他們個人非常強大的系統 裡面雞貴我不知道能不能拍 但這個一定能拍 你知道這種小細節非常的漂亮 你看這個整個順暢度 還有這個 整個板金的夾具 然後裡面就是這一台 這台非常厲害 就是 你知道AC轉DC DC轉AC 台達他們就是可以自己研發自己生產出這個系統 基本上這種系統 台灣台達店已經是頂天的 在世界上也真是算數一數二了 總而言之 這間公司 台灣五十年了 想必這幾年因為綠牌 還有因為一些綠能的關係 台灣也出現了很多綠電長腦 完全沒有製造的能力 他也沒有組裝的能力 但是他可能製本的就是小小的一百萬 他就可以到處搞生意 所以各位製造業的老闆 千萬要小心 不要為了出口 就是不小心被人在騙 現在詐騙很多 我們簡單看了很多能看跟不能看的系統之外 其實他們真正做完測試要組裝到戶外 或者是要組裝到你場內 你就需要一個測試平台去測試 我們來看看外面嚴苛的樣子 他那個視角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很帥的東西 什麼東西 高雅電塔 看到就是電塔有沒有 然後電視這樣子 左右分的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看過高雅電塔 然後電量然後丟 下車到這裡來的 他把電場直接進來這裡 為什麼 全台最大出能測試平台上線了 天天測電力 天天賺錢 天天開心 然後你看我們看看現在這個 戶外的PCS系統 然後再到我的右邊 儲持電池的儲電系統 你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幹嘛嗎 對啊看起來跟一般便電箱 沒這麼兩壓 很像路邊便電箱對不對 我跟你講打開裡面不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國外 還沒辦法做這個儲能的測試嗎 因為現在我身後這一台 它差不多是2.5MW 你知道2.5MW大概是什麼樣的概念嗎 我們家的冷氣大概就是2.5千瓦到2.8 差不多就是小房間裡面吹冷氣 2.5MW 你去換算回來大概就等於是900台冷氣同時啟動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在測試 比如說900台冷氣同時啟動了之後 通時運轉 它會不會怎麼樣 它不會怎麼樣 那為什麼國外他們沒辦法做這樣子的測試呢 今天我要測試我的口袋 能不能裝2千萬現金的時候我要怎麼測試 你要先看口袋夠不夠放 沒有沒有 你要先有2千萬的現金啊 喔 對不對 我以為你有啦 假設今天我要測試一個2.5MW電力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先搞一個2.5MW的電過來對不對 再來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 它無緣無故要幫它借你2.5MW的電力來做測試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一次10個人就說 欸媽來個5MW來測試一下 他們馬上跳電我跟你講 他們這地方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內循環 我要測試 我口袋能不能裝2千萬 自己生產出2千萬 你放一下試算看 欸我放一下試算看 他放一下試算看 他用他自己除了的電 自己去測試他自己的機器 自己的機器測試完之後呢 他再拖運回去 給它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兩台機器互相對拖的意思 就是這邊給它 這邊給它 這邊給它 所以在場內測試完之後 直到有一天他上線 要跟高壓電腦合作的時候 或者是在場內 你要跟裡面的設備去合作的時候 它就不是理論了 它是因為在場內已經測試完 OK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online上線了 從內到外你看到這整個場 是目前次之商議 比官方 比整個大單位目前最大的場 就是我們之前在安裝好了之後 通常大家會在一個友善的環境測試 但是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像這樣子的除能設備 它其實都是在戶外極端的環境 所以你在場驗的時候 你也可以拉到戶外極端的環境來場驗看看 你看我身上的魚 雖然我在發熱當中 但是我還是微微的顫抖 像離島就是又濕又冷又酷寒 你在戶外測試 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有一些產品 在室內做完之後 拉到戶外然後全部死掉 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它全部的系統串接起來之後 把它放在戶外 測試一陣子 台灣的廠商的老闆 你就可以在外面 然後先看完 確定 然後這個狀態測試都OK了 那你再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再回到你要安裝的地方 或回到你的場內 或是回到你想要裝的外島 然後再把它組起來 就可以慢慢的供電 各位船廠的老闆 應該曾經有一個經驗吧 在國外買設備的時候 在國外都OK 然後記得台灣 你重新組裝的時候 就出事了 畢竟台大其實是台灣的優勢 在台灣的企業 然後你就可以再直接看到 現場的狀態 看完了之後測試完 你就可以到你的實力去操作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 緊接著現在的氣候變遷因應法 跟後面大家都要面臨到的 用電大戶的條款 其實現在已經要開始收很多錢 當然我們好不容易可以說服台大電 讓我們拍這支影片 除了要開啟大家 對於工業知識的想像之外 其實也因為我身邊有實在太多太多的 工業類的朋友跟老闆 因為在現在的這個狀態下 大家急避亂投意 很多人都隨便找了一些很奇怪 資本人不到幾十萬的公司 去搞他媽的綠牌 跟搞一些奇奇怪怪的除人系統 或是一些違法的方式 那我覺得是不太對的也不太好 所以可以建議很多的老闆 不管在採購任何的設備 或者是買任何的裝置的時候 你都可以到現場去看一下 他們是不是有這樣的技術能力 或者是他們是不是在這個運作上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還有最重要是你買各種機台 跟買那種設備的時候的售貨服務 不管是哪一間公司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個人 還蠻希望就是 我們在國外用的那個 家用式的那個儲能 是可以在台灣用的 但是因為台灣的法規 比較慢一點 可能需要幾個比較厲害的人 要去選立委 你要出來算 我不行我腳又把他打斷 我覺得台灣的不管是 許多改裝的法規 店的法規跟什麼樣的法規 他真的都需要 廣納一些專業知識的工業人的意見 然後趕快 才能夠跟上這個時代的腳步 好希望我們拍攝這期 泰家店的影片之後呢 他們會願意給我們幾張股票 也希望有開啟大家 對於工業知識的 跟電學的想像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按訂閱或分享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來支持我們拍攝更多的工業知識影片 下次再見囉 皮卡皮 你知道我曾經 89年前 可能我的其中有一個工作室 我們用的工作室 大家是並排的 你知道嗎 我的那個隔兩間工作室 它從以前到現在 它的電費都200多塊 我想說 哇靠你再怎麼省 我想說可能我這個工作 會有一些機台 然後會有一些機械 他們那天工作室 看電費 有一次我瞄到 都不到一兩百塊而已 我想說太扯了 兩個月了 裡面十幾個人 然後直到有一年 我發現 他偷借人家電 我們到兩年後才發現 他怎麼都不講 就這樣子 而且我來之前 大家聽說已經帶很久了 所以在看這一集 我們除了大家可以認識電的知識之外 你可以檢查一下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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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